健身房传播链持续扩大 基隆连七天加铃破宫 今天新增的三例确诊个案 都是台北World Gym健身房 占前店确诊者 所衍生出来的个案 其中一例富邦人寿保险业务员 曾经跟健身房确诊者一同用餐 18号快筛之后确诊 CT值21.97 另外两例是夫妻党 丈夫是台北松山区 护正事务所的员工 夫妻两人是这名保险业务员的客户 太太15号不舒服 到药局买快筛试剂自行筛检 双双确诊 而太太的CT值15代表病毒量高 基隆市府也公布了足迹 加强清销 工作人员在街道来回仔细清销 基隆连七天加铃破宫 20号新增三例个案 都是台北健身房确诊个案的衍生案例 案1553830多岁男性 是富邦人寿保险业务员 曾在11号和台北World Gym 占前店确诊个案15515 一起到基隆友人家中聚餐 18号快筛阳性 PCR确诊CT值21.97 而他是另外两例确诊夫妻党 15539和15540的保险业务员 15540是松山护震事务所员工 他的太太任职台北重庆南路补习班 两人自行在家快筛阳性后确诊 CT值分别是15和30 因为这个个案他的职业的一个关系 所以接触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匡列的132个人 进行PCR的一个筛检 台北World Gym站前店确诊个案 传播链有扩大迹象 而且新增三例个案里 有两人CT值低 代表病毒量高 而他们的足迹也不少 保险业务员确诊前曾搭乘台铁区间车 往返基隆汉坦桥 15号还到访台北市松山区一间电动车店 以及IKEA新装店 松山护镇事务所员工夫妻党 也曾搭乘台铁区间车 往返台北和基隆地区 确诊之后 他通报在台北市的工作职场的长官 那也让台北市政府 能够立即的来处置这个应变 北北基一日生活圈 确诊个案跨县市做疫调 松山区护镇事务所暂停开放到21号 并紧急匡列300多人筛检 目前全部都是阴性 相关单位紧急应变 就怕健身房传播链再往外扩 记者综合报道